今天我们是谈谈宗教建筑 我们这边在汉朝末里 有个大租小的 就一团混乱的 那么其中进入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这几个世纪 这个时候其实是北方的蛮族 北方我们今天讲蛮族 好像有点歧视 可是传统上都是这样讲的 就是北方民族游牧民族 开始进到中原 这个罗马帝国 各位清楚 面临同样的问题 大约在差不多的时间 就是巨人三四世纪的时间了 可是北方蛮族也是蛮族 他们也是蛮族 北方蛮族慢慢趋入到罗马里头 这个非常接近 这个情势非常接近 同时有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更大的力量 就是宗教力量 这个宗教的力量十二世纪 非常有大 各位知道西方社会 是古罗马时代 这个是耶稣教身的时代 他死掉以后有一些信徒 就传播他的福音 这个力量慢慢慢慢就进了罗马群 可是基督教就不晓得为什么 你上层社会相信那个神话 可是民间就基本上被基督教慢慢慢慢说服 大家都开始相信有一个神 这个神来救我们 他为我们死掉 这些故事 基督教的这个故事 东汉17就开始有这个佛教进来了 一方面是使徒进来传教 一方面是蛮族 他们先去等于是感动了 先感动了北方的这些游牧民族 然后有那么历史在攻进这个中原的时候 把这个佛教带进来 这是两个路子进来的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它一个共同现象 就是它很快被接受 基督教其实到了巨元四世纪时候 巨元四世纪开始 这个四世纪 等于位置南北朝的中间 那这个时候基督教居然变成国家了 你可以想象一个宗教 本来是这个政府是要扑灭这个宗教了 可是忽然间宣布说 好了好了我承认了我也信了 你看这个力量这大 巨元四世纪大帝 他是先开始说是 先承认他的存在 不是相信 但是先是承认基督教的存在 那么到后来 就是干脆自己也信了 以中国来说 当时逐渐必须是佛教主导的国家 可是还没有说国教不国教的问题 他没有宣布国教的问题 可是统治者 尤其是北方政权的统治者 基本上都是相信福教的 这个是元钢石窟 这个绝对不是老百姓可以做到的 这整个把一个山挖起来 然后调一个福相 这个福相也不是一般的人 有这个能力做的 这是要很多的经费 很多很多的人力 加上那个政府的这个真正政府力量 这个工教也是受西方的影响进来的 因为各位知道我们没有雕刻艺术 这个巨元前12世纪的时候 这个希腊的石刻艺术就开始反过来影响东方 所以这些都是石刻艺术都是受西方人影响 所以这些没有统治阶级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些雕刻 这个是大同游钢石窟里头的这些细刻 可以说明在当时佛教已经很普遍了 佛教建筑进到我们 中国是两个路子 一个是塔 一个是寺庙 寺庙就是有人出家 然后它通常有点像教堂一样 它有传播这个佛教 同时它有进神的意思 可是这个原来并不是 这个原来并不是佛教建筑的本身 佛教建筑原来就是一个塔 这是两条路子 怎么样把这个寺庙建筑跟这个中国建筑 这个传统连在一起 它是通过一个统治阶级相信 各位大家来讲这个统治阶级相信 我们今天常常听到有 这早期是用住宅来当佛寺的这种说法 舍宅为寺的这种说法 就是一个做大官的人他相信这个佛教 然后他就到最后就把自己家住宅 或者漂亮的房子 然后把这个改变成一个寺庙 这个是最早期的一个寺庙的形式 这个是在东黄壁画里头 各位可以看到像这种东黄壁画里头画得最清楚 尤其是日本人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建筑物 他已经明确地看出来当时的建筑物是什么样子 一个木造的建筑物 这是我们中国式的建筑物 他把它变成一个寺庙 这边很显然是一个塔 这边是一个塔 一个塔一堂 结合在一起 这种寺庙的感觉 已经很清楚看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还想象 像贵族的住宅变成寺庙 所以后来中国主要的宗教建筑 实际上跟住宅差不多 我在这里跟各位讲一讲 其实光看这个又蛮有点意思 这两张图又蛮有点意思 我们在魏印南北朝时代 在刚刚结束这个福教的时候这个寺庙 我刚才讲 它有一个矛盾的事情 就是一个塔的问题 一个寺的问题 这两个事情本来是两件事 可是怎么样会变成一个东西 最早那个福寺 它是一个塔摆在中间 然后做个围墙把那个塔摆起来 主要的福寺是那个塔 然后其他就是附属建筑了 那到后来就演变成 一个塔 一个塔摆在中间 一起围起来 因为塔一个 塔一个 就有点像 就有点像这个一样 那么塔为什么重要 蛇利子 因为这个佛去世以后 留下来最贵的东西 就是烧完了以后 剩下来那个东西叫做蛇利子 那就放在这个塔里头 所以塔 堂合起来 这个是早期的建筑 这是两种不同的建筑性 就是合起来 分开合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通常是一个塔 一个是寺庙 寺庙旁边会有一个塔 那个塔不在这个寺庙里头了 可是在旁边有个塔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母亲了解的情况 可是有寺庙大概都会有塔 这个是给我了解这个 这个阶段呢 就是在危机南北朝时期发生的事情